好 就待您看到這樣的情形 另外方面在得了新冠肺炎之後 康復之後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後遺症 讓大家無法呢 來釋懷呢 甚至現在專家研究發現說 感染過COVID-19的人 你的腦部 心臟 腎臟 會加速老化 約三到四年 新冠肺炎肆虐全球 雖然臺灣疫情趨緩 不過還是不能大意 因為確診過的人 器官恐怕會加速老化 可能對我們體內的 身體器官的機能 它事實上都是 會有加速的一個破壞 而且會留下一些 慢性發炎的後遺症 這些都是會加速我們的老化 到底有多嚴重 醫師黃宣就在臉書分享 美國研究發現 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 腦 心臟 腎臟三大器官 可能會加速老化 大約三到四年 而且容易發生在 常新冠症候群 以及曾住院過的 新冠肺炎患者 如果反复多次確診 也逃不過加速老化命運 仍然醫師指出 還是有機會扭轉慘況 只要能夠維持健康的 一個生活形態的話 這部分的生理老化 是有可逆的可能 而指揮中心也分析 器官老化 應該是針對 Alpha和Delta時期做的研究 但Omicron是否會加速老化 還有帶更多科學證據 因為它導致的常新冠的比例 其實也比較少 另外導致的這個 常新冠的嚴重度 也比前面的這些變異株 來得輕 所以我想我們就是 繼續收集更多的資料 但專家還是示警 務必持續做好防疫 保護自己健康 畢竟染上新冠病毒 後果不容小覷 解釋吧